好那么咱们刚刚说的这个Vug呀 其实最后呢特别简单 咱们的receive这个里边呢 咱们忘记了填一个值 因为没有填值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产生异常 就是说你没填值也产生异常 你没有收到数据也产生异常 所以说呢最终的咱们就看了个现象 你看啊咱们我现在还是没有写值 咱们再来一遍 pd3 08你把它运起来 你看啊 我接下来我连接一下的 IP端口都是对的 我一连接 这就很尴尬了 产生了异常 有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这个结果 第一个用户没发数据 第二个你那个值没本来就没写 是不是加了本来就产生异常了吧 所以说呢对中就导致这 我刚刚我在怀疑的时候呢 其实我要往这个地方怀疑 请问同伴 就是咱们以识个事情论这个事 为什么怀疑我会往这个地方怀疑 而你们在怀疑的时候 有可能怀疑到那个close先放在前面 还是那个列表的那个remote放在前面呢 他们我爱了跟你讲 一会儿我给你讲的那个地方 先说这个 为什么我会怀疑那个地方有问题 首先说第一点 你连接好之后按理说你发一个数据 它总不会产生异常了吧 但是呢我来来来来 来这么一套数据 我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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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依然产生异常 这个时候的方向也就 你的心里一个嘎登一下 为什么我明明发了数据 他没收到 我没有数据发过去 你产生异常是正确的 但是我发了数据过去 你还产生异常 这就讲不通了吧 所以说呢 刚刚我的方向呢 就是朝着这个receive 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去走 还没去验证这个事情呢 大家同学说 东哥你是不是手写了一个人 我说 肯定是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怀疑就怀疑到这儿了 那一说2163 那立马就说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个差点 咱们刚刚在去理流程的时候 咱们不是在这里边去理的流程 接下来咱们在理流程的时候 咱们为了简单起见 你想像Socket这里边 探数也没写 绑定也没写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没写了吧 但是把这个代码 直接粘过去之后 是不是导致了 咱们又忘记了去检查这个位置 所以说最终出现这种bug 所以说呢 像这种地方 如果是我的话 有可能在理 接下来我就知道 这句话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如果那个同学没有告诉我 我接下来会操哪呢 这个地方首先 为什么会产生异常 那么我接下来的下一个准备动作 我告诉你 我会去干什么 去打IT 为什么会打IT 对吧 如果要是产生了异常 那么按理说 是吧IT里边就保存了 产生异常的原因 我把你的原因给你干出来 不就知道了吗 对吧 所以说print 我的下一步一定是printIT 来 这个时候来判判 好了 我现在给他连个口罩大事者 走 连他了 你看 你看 我的一段看 这个时候我就立马就懂了 他说 receive ticks at least the argument but 零 deven 能验证这个意思了吧 是不是就说明了 你手写了个参数啊 分吧 咱们正好是以这个事 我告诉你以后解bug 怎么解 听懂了吗 首先要猜 正常应该是什么 但是现在不正常 那什么导致了不正常的这个现象 最好是缩定到一行代码里去 最终呢 慢慢就确定了一个方向 一般就是这个过程 如果你写了一万行代码 首先要缩 把它缩到几行 接下来具体验证在每一行 最终一定解决这个bug 听懂了吧 所以说呢 最终呢 咱们验证出来这个地方 少写了个参数 当我少写了个参数的时候 不要忙着把这个给它抹掉 你把IT还留到 接下来你再去运行 然后呢 你再去连接 你看看此时的一场会是什么 来 练 咱们看 此时的一场是什么呢 result temporary unavailable 翻过来 就是说 这个资源呢 这个暂时性的应该是不能用 就是这个道理了吧 暂时性的还能用不了 就是你过后再用 请问 是不是就正好说明了咱们 把这个套接字设成非读色 之后我接下去收的时候 这个资源还没准备好 是不是此次就产生了一场了吧 OK以后遇到这种bug 要接着怎么解 OK 那么既然这个bug解决完了 解决完了 咱们对中再验证一下 咱们最后的结论 判判 抖起 dress already used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里边说 没有写那句话了 对吧 没有写那句话 导致了 所以说咱们干脆 直接把断口换了 换成7899 好了 抖起 断口7899 来我连一下7899的断口 我先断开 我再连一下 走 连一下了 已经有一个了 出现了一次的这个temp 这个什么 不能临时 不能临时使用 是吧 我再把这个点开 把两个都打开 然后呢 首先我就看看 单进程 单进程的程序 为多个用户 一起服务 电竞 好了 我这个啊 发一个1 OK 走 看 1 这呢 看到吗 过去了啊 来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再发一个 再来个2 一坨的2 走 走走走走走 走 然后我这个地方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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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是不是也可以了什么 突然出现 有没有发现一个额外的点 看啊 出去看 我说的额外点是什么 指的是什么 你出去看 我发22 点一次 他0的5秒 说了一个 点一次 他0的5秒 说了一个 我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小于0的5秒 我点多 看个效果是什么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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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什么 你没发现很多很多的二代一行里边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接收方或者是发送方 一般都有个缓存区 缓存区是指的是什么 一种 还是以这个事情 这个现象为例 我给大家说一下 正常情况下 你的程序是在你的套用系统里边 这是你的程序 请问 接下来对方发送过来的数据 是不是先到你的电 电脑里边去吧 实际上你的电脑 先把这个数据收下来 接下来 你的应用程序 在去调用receive的时候 实际上是过来检查检查 有没有他的数据 有呢 就把数据拿走 要是没有呢 就要么产生异常 这第一种 要么就在这个地方卡着 听懂了吗 我刚刚作用是什么 我0.5秒之后 我是不是还会去检查一下 这个资源 到底有没有收到了吗 我在0.5秒之内 我发大量的数据过去 请问是不是这个内存 这个缓存器里边 是不是要把这数据给你存起来了 接下来你去receive的时候 你的参数又是1024 那肯定收的很大咯 接下来是不是一次性 就挖了那么多数据了吧 所以说就是过程 因此 如果你要是连接了一个服务器 它收的慢 但是你发的快 是不是最终有可能是 把它这个缓存区 是不是给它充满了 充满了 这样的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也就是想让别人的电脑死的 很简单 这也是一种方式 发大量的数据 给你这个端口 就是不想让你及时的去处理 最终你这个缓存区就爆满 爆满将来你的程序有卡 听懂了吧 严重的情况 整个系统全卡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呢 你的服务器呢 应该怎么办 你的服务器应该有个特点 尽快的把数据拿走 否则你将来这个地方避挂 否则你这个地方避挂 好了 咱们就以这个事情为例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一下 来什么 当前连接了两个口袋 对吧 来我断开 断开 你看 口袋已经断开了 你看那个B 是不是有个单引号里边 什么数据也没有吧 确确是什么的数据 我再断开又一个 你看 接下来为什么只有一行呢 没有那好几行呢 什么 你列表里边是空了 你空了 接下来肯定就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不是只有一个accept了 所以说呢 就基本上去验证 验证的让 这个程序啊 我想告诉大家 注意到 这个代码 写一遍就可以了 了解了解这个流程就像 你把这个代码 即使背的滚关烂熟 没有实际应用 但是思想是重要的 我为了实现多任务 什么叫做任务呢 我想同一时刻 为多个浏览器服 我用了进程 用了现程 用了卸程 没错吧 那么现程 其实也就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基因问 他还是用了一个单线程来做的 怎么做的呢 其实大体的思想 大家也没发现 是不是就很类似于这种方式了吧 我把你设成废子上 我挨着去便利 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呢 其实原理过程 是我觉得是最真话的 你把这个过程理解了 还有一个要表达的意思 要明显 什么呢 单进程单线程的程序 不是说不能同一时刻 为别人服务 是不是也是可以同一时刻 为别人服务的吧 但是这个 它一定是并发 它绝对不是并行 没错吧 为什么这么讲 并行意味着什么 并行意味着 你这个列表里边 这个套截子 应该是同时服务 但是咱们列表里边 是不是一个一个一个服务的吧 它一定是并发 而不是并行 那么颜外这一时同学们 你应该处理的时候 应该尽快的快 不能慢 要是有一个慢了吗 接下来是不是 整个这个列表里边 这个循环过程 是不是就都慢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个延时呀 最后你就把它去掉 那为什么我在去做的时候 要加延时 我最后验证完了 我把延时抹掉 什么 你验证的过程 你肯定要加个延时 来帮助你有助于 你对知识的理解 但是你验证完了 是把它干东西干掉 把这个东西干掉之后 来什么 最后的效果 一停不停在运行 接下来 链接 发发发发发 看得见吗 看不见 但是如果数据要是有回复的话 是不是咱要这个地方 立马就输出了数据了吧 OK我断开 又变成它了 这就是它这个意思 好了 结束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想要给大家说的 非读色的这种实现方式 来 两分钟 咱们大家在稍微总结下 咱就接着讲 开始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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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